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因为这里的景色真的很优美 我可以常常接触大自然 大家都看到 这里的冬天可以滑雪 有很多雪山 夏天又可以去海滩 去湖游泳 所以都很开心 我又可以在这里学习 第二个国家的文化 可以令我眼界大开 人体的东西比较阔 就不会这么窄 所以住在这里 你会越来越喜欢这里 对新移民的朋友有什么意见 我会觉得 就是尽量打开你的心窗 去学习这里的文化 尽量去接受新的事物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尽量跟别人聊天 问问人 多点走一下 认识一下这个地方 你熟悉了这个地方 你会很自然喜欢这个地方 最重要是 不要经常想起以前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 尽量把以前的东西放下 重新学习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生活方式 对你来说是会开心很多的 其实我都很鼓励我的亲戚朋友 过来这里生活 这里的空气真的非常之好 还有我们的水汁 我们有很多很多雪山的水 真的很清甜和很干净 还有我们的食物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生产很多的Berrys 很多的水果 甚至我们的海产也很多 有像B.C.蟹 斑点虾 海鸡等等 还有植物旁 数字不尽的海鲜 最重要就是住那方面 大家看到我们的屋都会比较大些 我们住的空间的确比香港大很多 而价钱也相对没那么贵 还有我们的政府都很鼓励年青人 移民过来我们加拿大 帮我们推动我们的经济 鼓励他们就业和创业 所以我对我们加拿大的前景 都是充满信心 你问我有没有后悔移民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一刻我是没有后悔的 因为当我看到我的家人 我的家庭 我的小朋友 生活得很开心 很自在 有很多地方给他们去玩 读书又没有压力 每天都健健康康 空气也好 四季分明 我觉得对生活来说的确是很好 但你问我 应不应该移民 我觉得 总之那个地方令你开心 那个地方是值得去的 你去到一个生活得开心的地方 那你自然就会健康和开心 所以 不需要说一定是否移民才开心 其实去到哪里 总之那个地方令你开心的地方 就是值得你生活的地方 其实呢 移民呢 只不过是给你多一个选择 我会不会想过回楼 其实 都不出奇的 因为 在香港 始终有我的根 有很多朋友 甚至工作环境 都在 不排除 将来有一天 回去生活一下 甚至是见朋友 做事 都是令自己开心的 不枉此生 移民对我来说 有什么得着 大家见到 看多接近大自然 而且我很喜欢加拿大 因为它是一个 multicultural的国家 其实它是很欢迎移民的 所以我在这里 是学到很多 不同国家的文化 认识到很多 不同国家的人 的朋友 对我也是很大的得着 还有就是可以令我 和我学习 什么叫互相接纳 和互相包容 这件事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 令我眼界大开 因为在这个地方 已经可以 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以及让我可以 学到多些东西 见到多些东西 我自己的心胸也广阔一点 很多新移民 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原居地 拿一笔钱过来这里洗 很快就会全满 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 找一间好的银行 的确可以帮到你的 起码它会帮你 如何将这笔钱 灵活运用 以及如何投资保值 我信bmo 现在bmo推出迎新奖赏优惠 当你在bmo开一个新奖户的时候 将可以获得价值600元的 迎新奖赏优惠 其中包括现金奖赏 和月费优惠等等 bmo这个newstart计划 真是很适合新移民 因为你一开户 就立刻给600元的现金回赠你了 如果你一开户 就立刻给300元现金 如果你和家人参与这个计划 就立刻给你50元 还有是免一年的账户月费 还有是免一年的保险商费用 你说是否很划算呢 还有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手机费用 是非常昂贵的 data就常常不够用 但是现在当你开启一个bmo新帐户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chattermobile的数据奖赏 成功开启之后 每个月会额外送你3GB 只要你是5年内移改加拿大的人士 那就符合获得这个优惠啦 申请办法很简单 只要你click进去这个网址 填好资料之后 那就可以获得这个这么正的优惠啦 来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都很习惯的了 经常说这边有很多优点 究竟有什么优点呢 我就觉得小朋友在这里成长 的确是有很多优点的 特别是读书方面 因为这里的学校是比较自由的 没有说死读书 我多时都是叫学生和同学自己去找答案 有些创意 还有他们是很赞成你 除了在课室以外 是做多一些其他活动的 做什么都好 跑啊跳啊 总之是要在户外 对啦 那老师就很喜欢的 他们不是那么着重 只是学术成绩 他们反而着重你很多的 譬如运动 甚至是一些努力 他们都是很紧张的 特别是你读到大学 他不是只看你分数的 他会看你很多其他科学活动 你有没有领导才能 所以我很喜欢 小朋友在这里成长 是比较全面一点 而且会令到小朋友 他们建立自信心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被他发言 你可以说自己的想法 还有就是他们会更多 就是抗拒逆境的能力是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学校是很建议你 即是 rain or shine 即是下雨也好 下雪也好 好太阳也好 都要出去玩的 所以小朋友在这里成长 他们就不怕下雨 又不会怕晒 下雪也不怕 所以他们面对逆境的能力是强的 而且他们在这里成长 自信心都很强 可以昂首阔步 所以我很喜欢小朋友 在这里生活和长大 回想多初要决定移民的时候 是充满忧虑 但是到现在 已经完全投入生活和工作 也看着自己的小朋友 开心快乐地成长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 要去喜欢一个地方 你需要一些时间 而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 人在 人情在 当你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和事 自然就会流亂 落地生根 当你用时间和感情 去投资在这个地方 慢慢你就会得到回报 无论你去到哪里生活 只要保持生命开朗 我相信你可以生活越大 好多谢Bemo 赞助我们这四集的节目 藉着这四集的节目 让大家可以了解到 阮华的疑民故事 希望你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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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